中共的三中全会在7月15号 也就是下周一正式登场 这次三中的主题将重点放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而外界关注答案不非是经济跟人事相关的焦点 传统上五年一度的三中全会 都会替中国大陆的国内的经济发展来制定新的路线 而就在三中召开的前夕 现在看到在大陆是面临了很多经济上的挑战 而位在北京的经济咨询机构龙舟金讯 他们就分析说 很多人希望这次三中全会 能够在政策上取得一些更新的突破 现在看到在大陆包括房地产的债务问题 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民间的消费信心仍然呈现疲弱 还有人口老化相关的经济问题 所以黄老师觉得在三中 这次也听到了很多人希望能够有一些政策上新的突破 您觉得会是哪些新突破 刚刚何荣讲的这些问题 其实在中国大陆的经济都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 换一句话说三中全会是去年开 还是拖延到现在开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变化不会太大 你说房地产 它又牵扯到地方的税收 这种问题不是开一个会就可以解决的 人口老化更不是靠开会解决 所以三中全会应该拖这么久 一般我看到很多的论点 包括我自己在的几个微信群 大家都认为是因为政治上一些考量 所以往后拖 政治上的考量是 就是有一些人事的处理 或者是中共中央对于贪腐的问题 这个有一些必须要准备的时间 先处理那些问题 对 再回来 所以经济上既然没有办法重大解决 因为第一个习近平 他定调的东西 越来越让中国大陆走向 这个self-reliance 就是我不受制于国际形势或国际经济 所以中国大陆如何内循环 它内循环做的当然比外循环好 第二个就是他看到俄乌战争以来 这个新形势下面 新的手段对于中国大陆可能会运用的 西方对中国大陆可能运用的经济制裁 都是很强烈的 中国大陆未必能够很顺当的因应的 所以才会有更内化 就是说让中国大陆尽量避免受到国际经济制裁 的影响的做法 它推出了比较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不可能去改变这些结构的 就是这些长期以来就我们所列的 这些包括地方税收 包括这个消费疲软 你可以有短时间的一些刺激措施 但是它改变不了整个大的结构 结构性的问题真的是不能用特效药 大家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一夕之间就解决 但是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 包括美国也是 很多的东西这个结构性的因素 如果不解决的话其实很难 那华尔街日报就整理了三中全会 这次在经济上面 特别值得关注的几个关键字 在画面当中我们提供给大家看 这样五个 财政改革 税改 全国统一大市场 还有包括新制生产力 还有房地产的刺激措施等等 那但是优先重点项目就是 到底哪一个会是需要解决 这个先把它变成priority 重中之重呢 庄老师 我想三中全会这个名词 台湾人应该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我们台湾有三中全会 国民党 那当然三中全会应该是第三次 全体中华委员会议的意思 那因为过去 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是 中共都是属于列宁市政党 基本上一个金日塔结构 最底层的是党员 在小组长 党代表 中央委员 中常委 在最大咖的党主席 所以台湾也有所谓的二中全会 三中全会 只不过因为民主化之后 而且国民党也丢失了政权 所以所谓的这个中央委员 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 比较像是二军三军参政的时候 的一个热身阶段 那相情之下 中共三中全会就非常有看点 那很多人都从新闻报道 来认识三中全会 就看到一些 这个穿西装的老先生 在那边拍拍手 就好像讨论很多国家大事 事实上看不到地方更重要 因为开会这个形式 很多开会前 或台便下的一些协商 这个折冲预衡是看不到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 那当然这个外国媒体 像霍尔街日报也提出了 这个财政改革 税改 全国统一市场 薪质生产力 还有房地产刺激措施等等 我会说都是合理的推测 反而中共的官媒 不管是新华社 央视还是人民日报 对这方面都是惠莫如深 因为毕竟 它是15号到18号召开在北京 那整个锅盖还没掀开 有什么猜色也不好说 反而他们官媒塑造的是一个祥和 然后呢 要巩固领导中心 中国向前进的一个氛围 那有人看完之后跟我讲说 看完之后有个感觉就是 国家领导很辛苦 然后中国人民很幸福 也就是说他们要塑造这个主旋律 那因为国家还没揭开嘛 到时候应该有对应的菜色 不过这个议题就是说 这次的三中全会 相较于先前的类似的会议呢 第一个国际局势大有不同 像刚刚黄老师讲到的这个 俄乌战争 还有美国11月5号即将迎来的这个 总统大选 离现在也百来一天而已 这都对于三中全会的走向 有所影响 那除了国际之外呢 国内特别是两大市场 房市的低迷不振 跟股市的长期威靡 也是很大的冲击 那再来就是人事方面 包含这个国王部长 前国王部长李尚福 那我们按照我们台湾 这个国安局局长 在立法院的报告 蔡平平的报告是说 涉及绯闻 然后他自己的这个 私的问题 那至于这个 另外的这个 相关的首长呢 也受到很多质疑 那这也是中共在进行 三中全会的时候 必须所一并面对的 包含 对 刚刚讲是秦刚啦 秦刚因为 外交部长秦刚的悔悟问题 还有所谓的这个李尚福 因为这个贪腐问题 那也受到很多质疑 三中全会也必须 含用到这样的一个政治局 政治局势 政治场面有所应用 不过我最后再补充一点 事实上国际媒体 报道最多都是在商业性的 因为像是彭博新闻网 或者是这个 华尔街日报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把它形成为一个 全球投资者 都关注一个政治会议 而且会是中国在 2020年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会议 别无第二 对 因为 为什么会关注 当然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 未来的 包括说短一点 是下半年的经济走势 其实会影响到 整个全球的经济 所以 像张老师刚刚提到的 15号 要召开的三中全会 是不是中央会再次的定调 当然 大家也把 这次三中召开的时间 做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去推判 那因为呢 按照改革开放之后的惯例 三中全会通常是在每一届 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次年 9月到12月召开的 但是在2022年呢 召开中共二十大以后呢 应该是在2023年9到12月 这段时间要召开的三中 却延到了这个 到我们刚讲说7月15号召开 珊珊来迟 没有按照网例召开 那当然这次三中全会 大家也会好奇的是说 为什么时间上会晚了 这个部分我想请教 靖哥怎么看 还有就是 这个时候开是也 顺便为2024的下半年的经济 来重新做一个定调吗 您觉得 首先我必须要提醒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能够召集中央委员会 是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在今年的 4月30号的时候 已经决定在7月 7月中要召开三中全会 一直到第二个月之中 然后又定调了 他要去讨论的 真正的核心政治议题是什么 就是继续 这个深化全面性的深化改革 而且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大家立刻理解 为什么他拖了这么久 因为中央书记处 在准备相关的会议轮件 需要征询各方党内外 以及国务院各方的认识 我们要回溯这个十一大三中 之前在金西宾馆开了接近一个月的 这个中央工作会议 然后再要马上紧接的开十一大三中 提出了改革开放 那对于习近平的政治工业而言 最大的一个里程碑是2013年11月18大三中 所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他的第一章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 重大的意义以及指导思想 最后面的几句话 我念给大家听 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 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所以按照那个样子的话 应该在2021年的时候 就应该去把这个十八大三中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这个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这十六章之中列了六十几项的东西 而且每一项之中 还有很多的各种的戏目 要好好的算总账 但是问题来不及 因为有太多的硬骨头 有太多的难关 有太多的公关 所以相关东西慢慢慢慢收整 而且有很多的进度也不如预期 所以大家很多 到现在你说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浮现出来 所以在这个最近的一次 中央政治局的全体会议之中 他已经在审理那张重要的文件 所以未来十八大三中 有四个重要文件 大家一定要去详细阅读 第一个是就是总书记习近平 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 对大整个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工作报告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整个会议的核心文件 继续深化歹阁 推动全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这份的文件的主稿 第三配合这个文件的主稿 会有一个这个字数大概只有他八成了那么多的一个说明稿 这个说明稿要详细 最后他还会发一个会议的公报 所以这个如何能够掌握整个他的脉络 他跟哪一个去对应 所以我认为整个西方媒体完全搞错了方向 因为搞经贸是大概这么大 但是搞改革是这么大 改革是整个社会的全面工程 所以我在这边强烈 这个礼拜一之前大家还有足够的时间 我建议大家回头去好好在细读十八大三中所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那个总共有十六章 好好的细读 然后等到他真正开完会 15号到18号开完会 出来的政治文件两个去相互的比对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这个中国大陆的所有的新华数据一系列的 所有的理论班子现在都在摩拳沙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会开完之后 发下这个重要的政治文件 至少要搞学习 要有发行范本 至少要搞一年的时间 以便统一思想 然后继续落实深化改革 这是很大的工程 就是谢谢金哥提醒 免得见数不见零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7号召开会议 宣布通过中央军委对前两任的国防部长 包括李尚福和魏凤河两人的审查结果报告 拔除了他们两人的军籍和党籍 而根据中共军委纪委监委调查 发现李尚福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士利益 魏凤河则是被发现 严重违反政治组织纪律 以及严重违反连结纪律 不过香港媒体《星岛日报》则指出 依序被免除 就之前被免除了外长 还有国务委员职务的大陆前外长秦刚 情节可能不算严重 甚或可能会平安着陆 现在看到李尚福和魏凤河两人 都被非常严厉的处分 也就是大陆所说的俗称的双开 那么三中全会前就宣布这个处分 对照刚刚我们提到的 大陆前外长秦刚可能也被面临的处分 有可能是比较轻的 吴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部分 我想这一次的六月底的政治局会议 他要做几个决定 第一个他要确立7月15到7月18号 政治局正式决定了 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 那第二个 那三中全会这一次当然是要推动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那这样一个有关于重要的报告 是必须要先透过政治局拍板定案 之后做成建议案 才送到所谓中央委员会来讨论 这是要路线 那第三个就是您刚刚所讲的 他也针对人事的问题 必须要有所处理 因此这一次的政治局的会议 也针对有关于像李尚虎也好 或者说魏凤河也做出的很明确的 他们违法的事实 违纪的事实 而且取消了他们的党籍 跟取消他们的军籍 那当然取消二十大代表之后 自然不存在中央委员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 依目前来看的话 从二十大的二中全会 到马上要开的三中全会 至少目前为止 应当有四位中央委员的缺 应该已经空出来的 另外一个缺还不确定 就是秦刚 因为秦刚 他是被免除的外交部长跟国务委员 但是秦刚目前为止 其实他还有保有中央委员的 这样一个所谓资格 那在这一次中全会 会不会处理那是不得而知 但至少都已经四位是很清楚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人事的问题 必须要在三中全会处理完 送到三中全会来拍板定案 那三中全会我们就看 因为很多人喜欢看整顿军方当中 那董军到底会不会成为中央军委 可是你去看看中国共产党的章程规定 要当选中央军委 必须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 所谓的投票同意认可 所以当然你没有开三中全会 董军当然国防部长 不可能成为中央军委 你不可能成为中央军委 当然不存在的所谓国家军委的问题 那大陆方面 其实你可以看到到 27号政治局做出的 关于路线也好 日期跟所谓两项人事 我们看到28号 那大陆方面也针对五个省市的一把手 就开始在做人事上的调动 所以三中全会我们常讲说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路线的问题 一个就是高层人事的部署问题 那这两个是观察重点 那另外一个问题说 秦刚的问题 确实虽然是不得而知 但是看起来这个样子 应该是会比 包括像魏凤和跟李尚虎来的清委一点 那清委是不是能够保有中央委员的资格 那不得而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事实上他在国务委员当中 已经被拿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那当然什么 那国务委员既然被拿掉来讲的话 外交部长也拿掉了 那当然他不可能是没有过错 那如果他完全没有过错 那就是拿掉他位置的人有过错 所以说大家会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他的问题 那大家看了更多的原因在哪里 就说很多人都说 那军方的整顿是不是已经到此结束 那到底事情中可以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从今年3月30号 那大陆方面在任命新一波的上将其中一个就是 有关于军委的政华委书记 包括像王仁华 他就担任 这样一个本来是属于中将缺的 但是他确实也升到上将了 那显然这样一个的任命 有相当大一部分 藉由中央军委、政华委书记来讲的话 就是用刀把子 可能在整顿军方他还会持续什么 所以依照您说的这个新的人事的话 可能要在三中全会会议期间才会有新的公布 对对 因为到了三中全会之后 大概一切都定案了 理解 不刚刚您提到说军方的整肃到此为止 邱老师觉得 我觉得从李尚甫未奉合的案子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后面的人事的异动 其实主要是看他对国家利益的伤害有多大 那相对来说秦刚可能就没有那么大 那从去年 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 大概从去年习近平在好几次视察部队 或者是对部队的讲话 里面都特别强调 就是有关于 不管是风气、纪律 他非常强调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李尚甫跟魏凤和的这个事情 其实可能很早就开始进行调查 那可能到最近 最近才做确定的人事的处理 那以一个军人来说 我觉得党籍跟军险都被取消掉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处分 而这个处分也不仅仅只是针对李尚甫和魏凤和 而是针对目前解放军 因为我们知道解放军慢慢慢慢在 就是这几年的进展很大 国家投入的资源很多 那相对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也会有一些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那你不在现在赶快处理 再晚个几年 可能造成的影响 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 我觉得这个就是习近平他必须要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要下重手 你现在不处理 等到未来可能在台海这边 跟美国的冲突 或者是因应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变局 那都可能会对军队 等到用军队的时候 对军队本身的问题 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现在正好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 就是整治军纪的必要手段 那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二十届三中全会 其实大家也知道是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才召开 而在确认召开日期之前 各界的揣测当然也很多 这次三中全会会在7月15号到18号 在北京召开 而会议的主题将会是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27号也听取了 中国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还有刚刚提到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相关文件稿 希望把这个文件稿提醒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 能够审议通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先强调说 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也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所以大使您看北京中央现阶段最需要先处理解决的是 他们什么内部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内部就是通过这一个刚领性的文件 这个是一个比较长城的 因为你刚刚也提到2035 我们现在是2024 这个几乎是到未来的十年的 那么达到一个什么目标的一个 一个总规划的一个蓝图 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然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那因为大陆整个的总发展目标 成为发展是在2050年代 本世纪中业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它要达到这个目标 那现在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大概还有25年 它有一个这个时候所谓的忠诚的一个目标 那现在就是说在未来十年 它要把这个东西把它规划出来 那重点在哪里呢 它是要实现这个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还有呢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治理能力 所以这个就说了某一种部分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体制的发展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个震惊社会不只是目标 它这个强调的是什么 是一个系统还有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会可能就是说进一步的 这个中国大陆整个的治理体系的一个 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那这个报导最近的报导也披露了 事实上话 这个文件的这个草拟 已经老早在进行了 它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党内民主 然后呢即使广义的方式 由各个不同的部门 各个不同地区 它现在的这个治理体系的这个重要的这些部门 都已经在提供意见了 那我想这一份纲领基本上 也就是说一种历史性纲领文件 我觉得很多会在着眼在哪里呢 会着眼在它这个治理体系 现在都讲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说穿的就是党政军系统嘛 对不对 党政军系统嘛 再加巩固 对 也就是不见得是为了巩固 而是它讲所谓现代化 而就是改革 而就是怎么样 这种制度性的安排 所以因为其他的我觉得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经济的目标来讲 或者国家建设目标 有的时候从量化的目标 有的时候设定 还有就是说老早就设定 你比如说十四五 对十四五 还有很多这种计划都有 那这个部分我的观察 我认为主要是在这个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不见得是在这个所谓的这种 到上到什么宪法 或者说什么政治改革 倒不是 而是整个这种各种机构 它进一步 它在管理 在它的运作上 达到所谓一个现代化的一个目标 三中全会 其实我们知道它对于大陆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追溯到1978年 当时十一届的三中全会 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当中 还曾经被描述是说 开启了改革开放 那之后呢 就看到历届的三中全会 大部分都会集中在经济改革这个部分 改革一直是重点 那么往往呢 也对于中国大陆的发展 发挥了这个积极性的决定性作用 但现在我们看到大环境 就是中美的竞争越来越加剧 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 十一月初就要登场了 包括中美之间 现在针对了贸易摩擦 科技唯独 还有包括了台海议题 种种大环境 外部环境的紧缩 所以这次的三中全会 当然被受关注是有原因的 还有什么新的看点呢 吴毅老师 我想这一次三中全会 当然它是一个很清楚的 在中共二十大之前 跟二十大之后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因为在二十大之前 中共每一次在针对国际格局 它要做出研判 那在二十大之前 他们都认为说 国际的格局和平发展是主流 那中国一定要利用 国际上和平发展这样一个主流 来创造一个难得的战略基益 可是在二十大的这样一个报告当中 它很清楚了 国际的主流 不再是一个和平跟发展的 中国大概也很难享有 这样一个所谓战略基益 中国会面临到百年未有的 内外重大变取 因此在这过程当中 在有关于两个一百当中 应该怎么在磕烂攻坚 所以就变成说 以前大部分很多的强调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二十大之后 它就非常重视 也要以安全建设为中心 所以这一次如果 我们来看三中全会 相较以往的三中全会 最大的不一样是在 以安全建设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前提架构下 怎么样来持续的推动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力度 也不变 那这第一个他们想要 在理论上做一些创新 而且创一些突围的 那第二个在经济上 确确实实 二十大之前跟二十大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看到说 外有美中的 这样一个所谓大国的博弈 美国对中国进行 这样一个不是所谓贸易战 而是很明确的 像科技这样的卡脖子 那第二个 那中国大陆内部里面 在新冠疫情之后来讲话 似乎在内需上 也没有进行一个 所谓的包覆性的消费 反而面临到房地产的问题 造就着内需 跟消费不振的问题 因此在这样一个 内外的环境的架构下 如何为这样一个 经济上的改革动能 能够建构一个顶层设计 能够建构一个理论建构 来标榜他所强调的 改革开放以不变 那这大概应该 主要内涵第二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 决议在今年的7月 要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 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 也就是外界所熟知 简称的三中全会 那么这一次主要的议程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重点研究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那么会议分析 研究当前经济情势 还有经济工作 而这个会议将会由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来主持 请吴悠老师帮我们 先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还有哪些重要的看点 我想几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确实是延长时间 延后时间最长的 比一般正常的三中全会 都在党代表大会 开会的隔年当中 就举办完毕 它多了将近七个月以上 第二个 这一次三中全会 第二个看点 是准备时间是比较长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你要开中央委员会 必须要先经过政治局会议 决议通过 那政治局会议 今年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 四月三十号 决定了它不是在五月底开 也不是在六月底开 它是在七月份才开 因此从宣布开会到正式开会 有长达三个月左右的准备 跟筹备 所以这两个特色 也就让大家觉得说 首先大概大陆方面 要针对近期来的 重大的所谓精改议题 要做出一个所谓 中国式现代化当中 一个新的举措 也希望透过这三个月左右 的这样一个铺垫跟准备 希望在三中全会当中 能够针对的全面性的 深化改革开放 中国式现代化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振奋人心 让中国的经济目前为止 就算不是争衰起弊 也一个取得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 绩效跟成果 最后一个当然大家也知道 那这些三中全会 第三个看点就是 它也一定要处理有关于 重大的人事问题 因为从二中全会到现在 目前为止 已经有四位中央委员 因为违纪 这包括秦刚 包括李桑胡 包括李玉超 包括一位中央候补委员 因为违纪 那这些违纪的 那他们的资格 都要经过三中全会当中 拿予以什么 拿予以所谓的撤销 地补 所谓新的中央委员 那这个东西大概是很清楚的 所以说变成说 路线的问题 人事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 都是这次三中全会 之所以会让大家高度 关注的原因所在 中国大陆在四月制造业 PMI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字是50.4% 尽管比上个月下滑了0.4个百分点 但是仍然超出了彭博所分析 预测的50.3% 那略高于这个50% 也表明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活动 持续的在扩张中 大陆发改委的发言人也特别针对 对今年这个首季经济形势 还有宏观政策 他很乐观地指出说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增长在加快 另外一个数据是 大陆的海关总署 发布了2024年1到3月 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说 按照美元计价的出口是8075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5% 按照季度来看 增长率在一年半以来 首次转为正增长 尤其是在汽车的出货 强劲推升了整体的成长 所以王老师怎么看 中国大陆经济下半年 呈现了这个发展格局 目前看起来经济是向好的 是 它制造业 实在在50%以上 其实亚洲国家 大概都已经接近快50 代表整个亚洲国家的制造业 实在缓慢的复苏 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它的出口也是变好 特别是汽车 太阳能 还有一些纺织成衣 甚至一些个人的一些PC 都在变好 所以这都是正面的 它对东协的出口也在大幅增加 不过对欧美稍微有点下滑 这可能跟美中的贸易战 科技战可能有多少的关系 还有欧洲的一些贸易调查 可能多少对电动车 也有一些影响 不过中国大陆今年的GDP 去年是5点多 今年大概4.75了 因为这个4.75 像出口变好 投资变好 三驾马车少了一个消费 因为这个是什么 因为房地产 是掉了25到30%的GDP 因为GDP里面占很大的比率 你要拿什么来填补 可能就包括内需 可是现在内需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财富效果 房地产的保护财富效果 第二是因为大家对前景不明 不敢消费 所以现在这个储蓄还在增加 所以这块要趕快 如果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措施 解决泡沫的措施 让内需开始起来 就会很好 刚刚王老师有特别提到 对于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可能在内需的部分 是刺激民间消费 那说到的房地产 在画面右上方 我们特别整理给大家看 最新的资讯是 像是碧桂园 还有世贸集团 中国澳元 金科股份 这些房企 最近都宣称说 他们旗下多个项目 都已经进入到 各地融资的白名单 也就是表示说 部分的项目 已经获得了贷款 所以先前外界所担心的 说房企融资的问题 现在进入到的是 比较实质性的松动阶段 所以施董您怎么看 大陆在后续要改善 他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尤其是企业的资金融动性 还有缓解房地产 这个贷款紧缩状况 另外就是特别提到 扩大房地产投资 您觉得重要的关键 会是哪些 我觉得接下来的重点 不在于会 扩大房地产投资 反而是在刚才主持人讲的 对于房地产贷款 过去的一个紧缩情况 会有一些缓解 我觉得这背后最重要的 就是提振消费者的一个信心 如何提振消费者的一个信心 如何缓解整个房地产贷款 以及房地产过去这一阵子的风暴 最重要后面 其实还是有整个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考虑 我觉得在雅士来说 大力的推展市场经济 可是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底下 我们还是要看到 国家经济如何出手 以碧桂圆来讲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2023年7月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些警讯 8月的时候发现说 他有几笔贷款 他整个都还不出来 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 除了我们表面上看到的现象 他有一些前兆可循 譬如说大概在2020年4月的时候 就发现说 银行对于房地产的一个贷款 也就是在金流的一个部分 事实上就相当程度的一个节制了 再往上推 2016年12月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就喊出了房租不吵 从他喊出了房租不吵之后 2017年2018年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相关的金融业对这一方面 就开始有一些审慎保守的一个措施 为什么这会对刚才主持人 讲到的那些房地产集团 会有一些冲击 最重要是说他们的一个运作是这样 用扩张来带进金流 用金流来维系持续的扩张 可是他这个金流 不只是像我们的预售屋一样 从民众 从投资者拿钱 他背后一个很重要的金流 事实上是来自于银行的 所以商业的表现 市场上的表现 跟国家机器之间 这还是有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 对 所以当中共觉得说 那么多泡沫 他想要戳破几个之后 这个戳破的一个结果 再加上大家对于他GDP成长 数字上的一个不放心 对于消费者信心没办法提振 对于他目前在世界各国 都通膨的情况底下 他有通缩的危机之下 他还是要抓过头来维持 相当程度的支撑这边 让他的泡沫不要破太多 让整个大的泡沫不要破 我觉得这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对 所以优先重点项目 就像您刚刚提到是 房企他们资金的部分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资金流动 不至于出现问题 不然的话就产生连环暴